P R對不對 R R 假設是1 R' 等於2 3 4 OK P R 出現的機會就是 E 出現的機會 E 出現的機會乘上 1 到 2 的要籤機率 再乘上 1 到 3 的要籤機率 再乘上 1 到 4 的要籤機率 再求得 大家要解吧 這是 P R P 乘上 P R 乘上 或者我就寫 P 1 因為 R 是 1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 P 1 T 1 到 2 對不對 這個是 P 1 然後 T 1 要籤到 3 1 要籤到 3 的要籤機率 這個是 P 1 然後 1 到 4 的要籤機率 大家瞭解嗎 然後把這 4 個 通通把它加起來 OK 把這 3 個加起來 把這一個 跟這一個 跟這一個 加起來 有 3 個 3 個 數字加起來 這個就是左邊 加起來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 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 原本在 2 的 然後從 2 要籤回 1 好 現在有一個在 P 2 對不對 用 P 2 佔據 2 的狀態 對不對 然後 2 可以回到 1 的機率 要籤機率是 P 2 到 1 對不對 這是往這邊過去 對不對 然後 P 3 從 P 3 吊籤到 1 乘上 3 到 1 對不對 然後 他原本在 4 經過一個吊籤機率 讓 4 又要籤到 1 所以 寫下來 這 3 個的 就是 P 2 P 2 到 1 加上 P 3 P 3 到 1 加 P 4 P 4 到 1 要等於左邊的 剛是 P 1 從 1 到 2 P 1 1 又跑掉 跑到 3 P 1 又跑掉 跑到 1 到 4 就是 跑出去的機率總和 是不是要等於 從別人跑回來的機率總和 這樣瞭解嗎 這樣 這樣懂 跑出去的機率跟 從別人跑回來的機率相等 就是 這個方式的事 再告訴你們的意思 OK 如果 這個是怎麼移動 那問題來了 我們剛剛講 我們要設計一個 T 對不對 讓它可以在 Mark of Chain 的運作之下 最後得到 P 的機率分布 OK Mark of Chain 就是這個要籤 一個鏈條 這個鏈條的每一節 都是一個新的狀態 那這新的狀態 怎麼樣實現 下一個狀態是什麼 就是由 T 在那邊產生 對不對 所以這些 T 的設計 必須要滿足這個條件 那什麼樣的 T 的設計 可以讓這個被滿足呢 有很多很多種不同的設計方法 對不對 下面這個飛群 就是 T 的設計裡面 非常簡單的一個選擇 我要求 我要求 從 R 要籤到 R' 的機率 這個東西 乘上 PR 之後 要等於 這個 如果 T 從 R 到 R' 的要籤機率 R 到 R 要籤機率 R 到 R 換的要籤機率 R 到 R 換的要籤機率 B 必須怎麼樣呢 它必須乘上 它現在平衡的時候 我所要求的那個答案對不對 這是我平衡的時候 我要求的答案 波茲范音質的分布 從這個乘上 要籤出去的要籤機率 會等於 波茲范的答案裡面 要籤出去的新狀態的機率 在乘上從這個新的狀態 要籤回來 初始的 R 的狀態的要籤機率函數 這兩個箱層要籤機率函數 我要求 T 的設計 要滿足這一條方程式的話 你把它帶進去 發現 確實滿足 當然啦 你把這個函數 對不對 對 R 換球盒 是不是就是左邊 這邊對 R 換球盒 這邊也要對 R 換球盒 這邊也要對 R 換球盒 這邊也要對 R 換球盒 對 R 換球盒盒 是不是就是這個 指的右邊 所以 我要求這個 就自動滿足這個 對不對 到這一步 我不懂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喔 仔細看這兩個 這一個是 左邊 這三個 OK 右邊 是這三個 對不對 左邊是 右邊是 那這一個是什麼 這三個 這三個加起來 等於這三個加起來 的 T 的設計 可以有很多選擇 我現在選擇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 我選擇 這一個 跟這一個加起來 我選擇 這一個 跟這個相等 我選擇 這一個跟這個相等 就是水火天的神奇的意思 那了解吧 我本來是 這三個加起來 跟這三個加起來 相等就可以了 對不對 本來是需要這樣子 可是這樣的設計 前前擺來走 對不對 對不對 我不要那麼複雜 我不要傷自己的腦筋 我選一個最簡單的就好了 這一個就一定等於他 這一個就一定要等於他 這一個就要等於他 這一個就要等於他 我做了一個很大的限制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做了一個很大的限制 還是滿足啊 對不對 可是我這樣選擇 對我 很好實現 對不對 因為這是什麼意思 一 平衡時候的機率 乘上從一 要向二的機率 會等於 二平衡時候的機率 乘上 二要向一的機率 要瞭解嗎 本來他們可以不用相等 對不對 可是我現在強制限制他相等 那這樣的設計 是載化了我的選項 對不對 可是這個即便是載化的選擇 依然滿足上面這個的要求 對不對 那這個選擇 限制了 限制了其他的可能性 他一定是 這兩個要相等 這兩個要相等 那這個限制是很強的 他代表什麼意思呢 如果P1是低能量狀態 P2是比較高能量狀態 所以P1出現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P2出現的機率是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 我現在選擇 譬如說 好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我把他寫在這裡 譬如說 P1等於0.2 P2等於0.1 對不對 他是比較容易實現 他是比較不容易出現 對不對 那現在 我選擇 P1 2 等於 0.2 那P2 1 就必須是如何 他乘他要等於他乘他對不對 0.2乘0.2是0.4 這是0.1 那他就必須是0.4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一見 T1 2 T1 2 T2 代表從1要牽到2的機率比較小對不對 T2 1 代表2要牽到1的機率是比較大的 這樣懂嗎 那你想這個 這個對呀 因為他如果是比較容易出現的 那他要跑到2 應該是比較不容易被接受才對啊 這樣他才會出現比較多吧 所以他過去的機會是0.2 但是從2要回來機率應該比較高對不對 這樣他才會出現 2回到1 才會讓1比2的機會的威廉對不對 這樣講解嗎 所以我們做了這樣的一個設計之後 他就自然滿足上面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個簡化的 但是也很自然可以接受的一種想法對不對 是不是很簡單 這樣想是不是很簡單 比較容易出現的 要錢出去會比較低一點對不對 比較不容易出現的 要要回去那個很高機率出現的 要錢機率比較大一點 他才要錢回去對不對 這樣他才會出現的機會多 是不是很自然 而且也都滿足我們一路下來的這些方程式的要求對不對 所以這一個方程式很重要 我們給他一個名字叫 etail balance 就叫做細節平衡 本來我們的平衡的要求沒有那麼強烈對不對 但是現在我要求他是這樣 就比較強烈對不對 那這個平衡叫做細節平衡 有點像我們學化學的時候 化學反應 從 這個反應物往生成物對不對 還原反應是不是回來 這樣過去跟這樣密反應 那我們要讓整個化學平衡 從這邊結合產生生成物 生成物又重新分解了 又變成電解質液在原來的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生成沉沉沉沉沉沉沉又溶解又變離子 離子又生成又變沉沉對不對 是不是一個動態平衡 跟化學反應很像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叫 etail balance 細微平衡 這樣了解了哈 所以我們已經找到一個設計他的方法 就是希望 t能夠滿足平衡時候的這些分布 就是我要的條件 好 那這樣子還沒有設計出來對不對 我還沒有說到底該怎麼樣來設計 但是只是知道說我的t的設計 只要讓它跟p的函數有關聯 細節平衡的關聯可以滿足 就ok了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呢 我們開始把t寫成兩項 t是什麼 t是我從這個狀態 r要要簽到新的狀態r'的要簽幾率對不對 當然新的狀態r'可能跟他不一樣 也可能跟他一模一樣 就是延續 這樣了解吧 這樣了解 所以 tr到r'包括r'也是r 這也是可以接受的對不對 好 我們把這個要簽幾率分成兩個部分的成績 第一個部分 這個omega omega代表什麼意思呢 omega rr'代表的意思就是 我現在是r 我用omega rr'選擇 我們嘗試r'是一個新的狀態 比如說如果像我們剛剛所講的字旋 對不對 我現在可能這樣這樣這樣對不對 我用萬數挑其中一個字旋 然後把這個字旋翻向 是不是就等於一個新的狀態 所以我從r變成一個r' 這個r'跟r可能只有差的 差別只有差一個字旋 這樣了解吧 好 所以我有一個選擇新的r'出現的方法 這個方法的設計 就是叫omega rr' 這樣了解嗎 舉一個例子 剛剛我就是有這三個 有這四個狀態對不對 我腳原本是這個 還有另外三個在這裡 我用三分之一的機率去選擇 這而已一個 這樣了解嗎 omega就是 omega 1 2 3分之1 omega 1 3 3分之1 omega 1 4 也是3分之1 這樣了解嗎 OK 選到新的狀態的機率大家都一樣 這很簡單 如果是這樣選 omega 1 3分之1 是很好設計的對不對 任何一個新狀態被挑中的機會 大家都一樣 我剛剛這個就是這個意思對不對